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低音和女高音之爱 参考经文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以夫所书六章四节 孩子是神所赐的礼物 然而,当许多人了解到为人父母的责任重大时 他们会不知所措 父母必须在身体、情感和精神上 培养和照顾孩子 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成熟而独立的人 而父母和照顾者的任务就是 成为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位引路人 非洲有句谚语说 孩子是由两种声音抚养长大的 男低音和女高音 这指的是孩子需要边界和爱 给孩子自由可以是一种爱的表现 但如果你不同时给他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和边界 那就可能害了他 另一方面 让孩子无休止地遵守规则 而不给予宽容 也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在没有爱的规则下养育孩子 会让他们很痛苦 保罗警告父母们不要这样做 更重要的是 这种养育方式会让孩子对神 他们的天赋产生扭曲的印象 你是否在一个规矩太多 缺乏爱和恩典的家庭中长大 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带来的苦楚 但好消息是 我们可以在神 我们完美的父母那里得着医治 作为信徒 我们不能忘记 基督徒生活中的高音和低音 爱和边界 为人父母的 可以依靠天父和信仰群体的支持 彼此交流 彼此交流 和孩子一同成长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啊 请引导我们 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真理中 培养年轻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每日真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